相信看过我作品的朋友都应该还记得这个男孩吧 上次说到男孩去了学校学习怎么样照顾自己 他现在放假回到家里 家里的变化会怎么样呢 还有孩子也有怎样的变化呢 这期故事君继续讲 今天设置组开车来到男孩的村里 看看他们的变化毕竟几个月没见了 来到家里男孩不在家 妈妈在家里附近找 但是找不到 他们就跑去男孩喜欢的丛林里找 真的发现他了 原来他在丛林里跟其他小朋友一起在玩爽 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看男孩的笑容跟一起呆滞的眼神完全不同 妈妈把他带回家 在回家的路上 村里的小朋友也跟着男孩一起回去 孩子们现在都喜欢跟男孩玩 只要男孩放假回家 他大部分时间都跟村里的孩子玩 孩子们不会像以前那样欺负他 嘲笑他像猴子 男孩看到摄像组的车 让他想起以前坐过这车 虽然他玩的身子很脏 但是摄像组还是让他上车玩 摄像组跟妈妈说 这次给他们一个惊喜 让妈妈帮男孩把身子洗干净 带他们去一个地方 给他们惊喜 妈妈帮男孩洗头洗脚 还穿上鞋子跟好看的衣服 这样是不是帅很多 跟村里的孩子衣着比 他就是一个富二代 男孩知道他要出去 还跟其他人说拜拜 是不是改变了很多 他看到车子奔跑过去 他笑着说 喜欢坐这车 没多久 他们来到了城镇里的一个新房子 这就是摄像组给他们的新房子 母亲根本不敢相信 这房子是自己的 他很惊讶 很开心 感觉自己在做梦 当打开房门时 来看热闹的人都在尖叫 为摄像组鼓掌 母亲进入房子后 他第一时间是在向上帝祈祷 感谢上帝 感谢所有帮助他们的人 他觉得这就是一个奇迹 想不到自己能有这么豪华的房子 这房子有三间卧室 跟一个客厅 还有自来水 家里还有电视 这是母亲第一次开电视 男孩很好奇地 看着电视里的人 还跟他们打招呼 母亲说 从摄像组第一次来他们的家 到现在 他们的生活改变了很大 这超出了自己的想法 以前 连吃上食物都成了问题 现在我们家 根本不缺食物 我们甚至忘记了饥饿的感觉 真的是感谢你们 还有更多好些人 给我们的捐赠 你们给我们太多太多的 第一次了 还记得男孩生日时 你们带着蛋糕过来 这是我跟儿子第一次感觉到最甜蜜的时候 我永远不会忘记 那个甜蜜瞬间 我儿子在学校上学 也学到了很多 我一直希望 有一座新房子 因为 我以前的房子 是一座随时都会倒塌的老房子 我只是希望有 从来没想过真的能拥有新房子 真的太感谢你们 我的新房的客厅有多么的漂亮 还有家具电视 漂亮又舒服的床 跟我以前睡的草床差得太远了 我房子里简直就跟天堂一样 我真的很开心 现在有了电视 我不会跟以前那样感觉孤独了 摄像组不仅给他们建了新房子 还买了一头母牛给母亲 这样可以让男孩有牛奶喝 这样男孩就永远不怕饿肚子了 母亲又说 从来没想过大家会在一个偏远的山村里发现我们 还要改变我们的生活 以前邻居经常欺负我的孩子 称他为猴子 还叫我把孩子卖给外国人 但是我永远都不会放弃我的孩子 想象一下 如果我卖了孩子 我将会后悔一辈子 你们也不会来帮助我 孩子是我跟丈夫向上帝祈祷才生出来的 现在孩子就是上帝派来打救我的 他就是我的天使 母亲已经无法形容他内心深处的喜悦跟幸福 他很感动地流眼泪 男孩去学校学习 自己照顾自己 还需要很漫长的时间 希望男孩能学到 因为母亲的年纪也大了 以后还要男孩照顾 人生就这样 有很多东西就是意想不到的 但是只要我们开心地面对生活 幸运之神也会降在我们的身上 好了 这期就分享到这里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